法律系带给我的到底是什么 他除了让我增加我的辩论之外 其实我觉得他还带给我去反思的是 到底什么是民主 什么是宪政 台湾的法律是怎么样定定的 民主民粹 沈亿是民主他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法律到底在保护谁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对大学来讲 他就开始来思考 而且甚至是到现在 我自己也是不断的在反思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法律 和规则 他到底是怎么玩的 这个其实也会变成说是法律人 终身必须要去思考的 可能你进法律系的时候认为是打击正义 你毕业很顺利考上律师 跟你以后四五十岁律师职业 一段时间之后都会有不同的看法 而以目前的我来说 我会觉得它像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 但这个游戏规则是不是真的合理和妥当 那可能就会有蛮多需要讨论的空间 那接下来的部分跟我的专业比较相关的是 就是应该说我的兴趣和专业都可以扣合到的 就是属于犯罪防治的这个部分 因为犯罪防治它其实会高度拘束人的自由 我们要把人家抓进去关 或者说我们要求他定期到警察 或者是检察署报道 那这种时候其实都必须要有法律的规定 我们从法律的角度切进去 相对之下也会更容易了解说 司法系统它的想法是什么 那法律系的人通常会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那我首先要讲的是我的理性 就是从这里来的 我们在看待一个案件的时候 我们会从一个比较客观全面的角度去看 所以去法院闹情绪的时候 其实对自己来说并不是有利的 因为我们要看的是整体 而不是一个个人的主观的感受 那我们也会蛮在乎规则的 就像是我前面讲到的 明明是要当事人是老王 结果我去省理小花 所以说我们会很在乎这个游戏规则怎么走 那就会呼应到先程序后实体的原则 那在多元学习方面的话 我觉得一个社会规范 他必须要去了解这个社会怎么走 就像是我们打棒球 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是界外球 那我们篮球 篮球裁判也要知道 什么时候是要罚球的 要罚几次之类的得几分 那最后一个部分我觉得是细心还有耐心 因为法律的很多规定 其实都是藏在不同的法条跟法条之间 甚至是在老师的解释 还有判决的解释的一些冲突和矛盾的点里面 如果说只要稍微留心或一个闪神 就很有可能对于法律的解释是有问题的 比方说我自己在考试的时候 要引用刑事诉讼法110条 我引用成110条之一 我的分数几乎就不见了 所以说这种时候就会更让我知道说 法律是一个必须真的要静下心来 一步一步走的一个专业 那在未来的出路上面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分成四个 考试法务进修 或者甚至是你想要去别的科系 或别的专业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法院里面大概会有哪些人 第一个是法官他穿的是黑底蓝边的法袍 律师呢他可能象征者要帮对方给洗白 当然这只是一种有趣的技法 那可能律师呢他就会穿的是黑底白边 书记官呢我要记录 所以墨水的颜色黑底黑边 检察官呢可能要跟对方变得面红而赤 那就是黑底紫边 对那当然这只是一个有趣的技法 那就是让各位看看说原来我们一个法庭运作是这个样子 那这张照片是我们法律服务中心 他们在晚上进行一些模拟审辩 还有进修课程的时候的一张照片 考试人生其实是法律人蛮常见的一个出路 尤其法律人的梦想 其实大部分都在律师司法官跟司法特考 如果想要比较稳定的生活 可能就可以考高普考 或者是地方政府的地方特考 以及如果说我真的很想打起犯罪 我还是没有办法忘记那种在外面那种 争枪实弹的热情 那其实调查局和警察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至于我自己走犯罪矫正领域的 那则是官护人和监狱官 律师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法律工作的入场卷 也是跨领域的桥门转 因为在律师的考试的准备的过程中 你就必须要去熟悉大部分的法规的使用 而且我要了解说 法院他的见解 然后还有就是说不同的专家学者 他的看法是什么 而且其实比较有特别的是很多科技是要先实习 才能考试 可是我们是先考试之后才实习 那司法官的部分甚至是要考试的 我们的考试分成三试 那这边以律师来讲就是考两次是二试 第一试的部分的话我们考的主要是选择体 不论你是从108年开始律师司法官是一起考 那总分就是600分 这里面考的就是因为法要件 法律的一些例外的规定的熟悉的程度 最重要的就是细心 第二个部分的话考的是深论体 他会考你老师怎么看 法院的法官怎么看 甚至是大法官的试字有写了些什么 虽然在二试的过程中我们会给你法条本 可是基本上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根本没时间翻 另外一种情况是就算你翻了法条 因为很多规范或很多的见解 他是在判决或者是课本里 所以你也不一定找得到 这也是二试他最难的地方 在专业分科上面的话呢 也会去分成我可能要走智慧财产 我可能要走劳工 那就会有选试科目的不同 这个选试科目司法官不用考 可是司法官他们必须要进入第三试的口试 听起来口试好像很轻松 但其实并不是 因为口试其实占考试的%数也不低 而且你也不确定这些考官们 他想要问你的到底是什么 所以往往要考验的就是 你在大学甚至研究所的过程中 你对法律的感受了解 对时事还有法律议题的掌握 我觉得要提醒的是 在法律系里面重考是正常的 因为他的通过率其实真的就是 个位数到了9%10%已经算是蛮高了 所以如果要真的大学一毕业就考上是有难度 但不是不可能 如果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读书方法 并且能够兼职下去 我觉得应届考上当然不会是一个问题 但是他也不一定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保证 而其他在法院里面的正职人员呢 我们就必须要通过所谓的司法特考 像我自己也必须要通过这个大摩湾关卡的考验 在司法系统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官 最常见的像是检查事务官 司法事务官好像那他跟我们的法官 检查官查在哪里 其实事务官我们大概看到后面这三个字 就可以知道说他主要是在处理一些案件初步的流程 以及他行政的内容 那等到他整理出一个脉络来之后 他会交给我们的承审的法官 或者是处理的检查官 会处理一些比较细微的事情 但主要的主导权都还是在我们的法官 检查官身上 那书记官他要做的事情主要就是进行一些笔录的制作 以及我们看到了很多法律的文书 其实不少都是要用书记官来进行制作的 对那还有就是我们开庭的时候 什么时候开庭或者说我有一些 一些法律上面的问题 其实书记官可以做一些初步的答复 那当然更深入的内容 还是必须要请律师来共同的去协商 最后的部分是行政执行官 像是我们可能欠国家税金 你去考国家考试没有缴 考试报名费 你停路边的车子的罚款你没缴等等 那这种时候国家就可以使用公权力的手段 去要求你把钱缴出来 那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对人民是伤害蛮大的 所以呢他必须要有个相对应的管制的官位 去进行一个审核 所以才会有行政执行官这样的工作出现 那如果说很想要当警察 或者是想要在外面跑外去 警察调查局和国外局 其实都是一个不错的考量 而且甚至是在调查局 或者是警察的时候 考的法科和法规面 其实是法律人最具有优势的一个地方 而我自己想要走的道路 则是在司法特考里面的官户人 他是一个法律和辅导结合的综合体 我们必须要辅导案组 也必须要监督案组 从考试科目里面就可以看出来 跟一般的司法特考有一点不太一样 我们除了要考刑法之外 我们也必须要考智商心理的东西 可能看起来好像只有心理学跟智商与辅导 但其实智商与辅导 它本身它其实就包含了 心服系里面的像是治疗的理论 还有我们所谓的伦理 以及一点点的像是变态心理学的东西 还有就是团体辅导的专业的知识 所以说其实他考试科目真的很棒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关货轮达分成 我是要去监督辅导大人 或者说我要监督辅导少年 我的考试科目也会不一样 成人的部分我们要考的是 甚至跳脱法律和智商 我们要考的是社工 那少年的部分我们要考的 则是少年世界处理法 那这份工作其实也是蛮有危险性的 因为蛮多的当事人他可能因为环境的关系 或者是因为药物使用的关系 他自己本身会有些精神障碍症 那他可能又不被社会接纳的时候 他就比较自卑 对一些特定的词 他很敏感的时候 其实要激怒他们 我们自己会像关户人 会很难去防护到自己 比如说他在一些误谈的过程里面 只隔这一张办公桌 真的要遇到危险的时候 也真的很难逃 可是我会认为说 每个工作都有他的危险性 就像检察官要出去侦查 他也有可能被人家伤害 像法官有可能被人家抨击 所以我不觉得他是一个 阻拦我自己去做这份工作的一个阻碍 那监督和辅导的部分其实很特殊 关户人他甚至是可以撤销成人的假释 那或者说他可能有吸毒 我们可以要求验尿 那如果是性侵犯 那我们可以去看他电子交流的轨迹 那我们也要去他的家里面工作的地方去做访试 看他目前的生活状况的作息 他工作有没有好好在上班 那如果他遇到了一些生活上面 或就业上面的问题 那关户人也必须要去做一些调试 和初步的辅导 甚至关心他在家庭里面的状况 这些都是关户人要做的 所以就会发生一个问题是 那关户人要做的事情 他的角色变得好像一下子又要把他抓住 一下子要摸摸他说乖没事 所以说他的双重关系的冲突 其实往往考验着 关户人要怎么样自己看来自己的定位 而且其实关户人也是一个社会安全防护网里面 蛮重要的一个角色 今天如果我们疏忽了 不小心忘记听到一些案主 他自己的一些危险性的警讯 或者说像是法院里面传来的公文 我们漏判了 那这些其实都有可能会让关户人 除了丢失犯网之外 更严重的是会有刑事上面 独自罪的责任 好 那接下来要讲的是关于 那你说好 那我不想考这些国家考试 那可能就可以走法务或是法尊 和法律有关的事情 他们都要处理 但是也会呼应到一个问题是 在律师考试 律师几乎饱和的情况之下 在近几年是快饱和的情况之下 没有律师证书 要如何去与有律师证书的人进证 法务的工作处理的像是一些法律的文书 或者是一些非送案件 等等的一些指引 或者是给一些建议 或者是和外面的律师事务所合作 去研拟说 我们可能要打官司的一些策略 法律遵循 所以他比较像是企业内部的裁判 他去看说企业做的事情是不是合于目前的法律的规定 当如果有一些异常的时候 比如说在银行开户 可能他没有依照法律规定的一些流程去记录他的一些资料的时候 这种时候法律就会跳出来 所以他很像是法律的一个保权 跟我们一般的警惠的保权 会有一点点相似 那这当然就是一个举例 那如果我要进修的时候 其实也有四个方向可以去参考 第一个部分是关于法律所 法律所他当然会去学习更深入 关于法律的东西和议题 会重视抽象的法条 那在犯罪防治的部分的话呢 会重视到实际的矫正的层面 那法条他会比较偏向辅助 在科技法律研究所 他比较是提供一个非法律专长的人来念 研究的东西会比较新颖 像是隐私权 AI的人工智慧 大数据等等 那法律系的同学要去念的时候 其实就会有一个问题是 我在一些法律以外的专长 是不是也跟别人一样了解 那如果不是的时候 会不会我念出来 就会有一点站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纯的法律领域的人 是不是能够接纳我 在国发所方面的话呢 则是强调法律 政府和社会三者之间 以及会研究一些两岸的议题 所以他学的东西很广 那他的课程也很广泛 但是自己就要知道说 我在国发所里面 我想要专精的领域是哪个块 我觉得法学教育 很多人会说 那我自己在反思的是 考试和实物之间的关联性 到底是什么 可能我们要求一些 实物上的需求 那可是我们的人文教育 又是有限的 我们会比较强调的是 考试会考什么 可是并没有去思考到说 实际上的知情的方法 那有些时候就会产生 说的恐龙法官 恐龙法官 我觉得我要辟谣的一个地方是 有分假恐龙跟真恐龙 假恐龙的地方就是 我没有看判决书 然后或者说是因为法律本身就有瑕疵 或者说在立法的时候有利益冲突 法官没有法律可以用 他只能这样子判 那判下去之后被骂的就是法官 那另外一种是真恐龙 真恐龙其实就会呼应到前面讲的 考试和实物到底要怎么结合 可能有些人他很会考试 可是他对于世界的一些社会的一些 我们所谓的潜规则也好 或者是外面的社会怎么互动 他不是这么了解 他只会按照文字的意思解释 那他可能就会变成恐龙法官 那是什么事 我会变成恐龙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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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来我会变成恐龙法官 那 igual�리我知道 没有人